鱿鱼属于鱼类吗?为什么? 鱿鱼不属于鱼类,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,但它们并不是鱼,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。 身体细长,呈长锥形,前端有吸盘。 鱿鱼体内具有两片腮作为呼吸器官,身体分为头部,很短的颈部和躯干部。 头部两侧具有一对发达的眼和围绕口周围的腕族,其中两只较长。 在分类学上,鱿鱼是属于软体动物们、头足缸、二三亚缸、十万目的动物。 鱿鱼也称柔鱼、羌乌贼、长活动于前海中上层,垂直移动范围可达百余米。 以鳞虾、沙丁鱼、银汉鱼、小公鱼等为食,本身又为凶猛鱼类的烈食对象。 肉质细嫩,甘制品称鱿鱼干。 肉质特佳,在国内外海味市场富有盛名。 其中,以南海北部湾、渤海湾出产的鱿鱼为最佳。